台积电培育国际半导体人才 今年7月跟云林科技大学签约 合作为期五年的培育计划 他是来自日本奇遇县的真夏彩音 在日本念的是普通高中 毕业后今年3月先到云科大语言中心 上中文课程 9月开始就是这里的工业工程与管理系 大一新生 很难 在一边的时候学过的部分 一般的部分在日本学习过 可是一般的部分还没学习 课程都是中文嘛 所以那个部分有点难 跨海来台求学 最棒的是学费由学校补助全面了 杂会的部分是台积电配合国际产学 专办这个政策即使有补助 那生活会的部分是台积电 每个月有补助1万块 工业工程与管理 所以我们工程跟管理 两个方面都是有包含的 那它是从大一到大四嘛 所以它正在整个这样一连串的训练之后 我们就希望它可以成为一个半导体方面 可用的智慧制造的人才 老师上次都用中文 因为他们的中文要好 所以才希望他们留在台湾留四年 所以它中文要很精确 校方说与台积电合作的半导体学程 着重产业实物跟生产现场 双方合作向日本学生招手 在今年九月已经迎来培育计划中的首位日籍学生 也因为日本的毕业季是三月 今年签约后还来不及招生 不过现在已经有十二名的日籍学生 报名要参加明年培训计划 这些学生毕业之后 可以优先参加台积电的入职考试 即使没有被录取 也不必归还受补助的学费跟生活费 TVBS新闻张崇敏云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